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应该是不是要上去买一买 就一看到网页我就觉得 怎么跳得到东西呢 自己在里面开店想说 怎么可能找到东西 太多了 就是太复杂了 我觉得那个网页 就是各式各样的导引 然后就是每个东西 如果要比价还要再问人 是不是人家都是事先已经 对 听后来人家跟我讲 没有人真的在 人家是早早的准备好 然后到10号晚上 就先看冯小光的晚会 然后一直等到12点的时候 就这样 对 他只是结账那一刻 说这个天猫 说那一天啊 912个亿 912亿 现在全世界的商家都盯着这个看 他们的比方说 你要想象一下 就是170万个步兵 跟40万辆汽车 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走 170万的步兵 40万辆汽车 就这样 怪不得那个就 送快递的都类似一个 对 就在光棍节之前 新梗啊 新鸡炎啊 那那小伙子 但他们说一个月可以在3万呢 快递快递格 哦 是吗 在光棍节这个 什么 1万到3万都可以 他们光是送这些天猫 就是光棍节的这个快递 收入啊 收入可以到1万到3万港币 所以拼人民币 拼人民币都要跑 是 所以呢 咱们可以先看一些这个照片 现在这个马云真的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你瞧瞧 你瞧瞧 但是我觉得马云本人应该不太高兴吧 你这是 人还活着呢 你说 我总觉得 他们说是拜马云 我觉得你这是毁马云嘛 你这揍他呢 你瞧 这是什么 这是对仙人 这人真不合适 你看他还有马云打太极拳的那个照片 第七个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七个财神 第七个财神 那王建林呢 王建林那不算 只有他是 然后你再看下边 你瞧 这俩人就想起当年打赌 什么线上线下的什么商务 您请 您先请 但是我真的在想 这个900多亿到底进谁口袋了 就是说 他是许多商家的一个合成 但是再一次就是说 像我今年跟去年的感受就大大不同 怎么说 去年我好兴奋 我不知道我在卖鞋子吗 我太兴奋了 因为就觉得 我们可以卖很多鞋子 我们备了超多的货 然后租仓库 就为了一天 我们就特别租仓库租放鞋子 然后他们给了 因为去年他们打了什么设计师款项 他们要每年有新东西嘛 去年就是纯粹就等于是 希望内地的品牌起来 所以他们打了一个设计师的一个 有一个线 一条线路是设计师 所以呢我这种有联名设计的呢 他就给了我很多资源 免费的广告上首页 那去年这个 有人打开 偶尔还会发现我的照片在首页 他说 桌子你登天猫了 我说 就是还看得到这个 这样子的一些资源 但是到了今年 我们想说 那跟去年应该差不多吧 结果今年就无人问津 就是说 那个店小二 我们叫店小二 就是天猫的负责人 每个品牌的负责人 他就根本不理你 你就 就很安静 然后想 今年这个要走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今年走的国际饭 你看他全部都走国际品牌 他把国际的 韩国的奢侈品 韩国大牌 因为为了要打假 为了要重振 整个淘宝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 他们今年走国际饭 然后你看他们 请的晚会的人物也是 对不对 都是打007啊 007 打那个纸牌屋的那个 总统Kevin Spacey都请来了 所以对于这种 比较中小的品牌 今年他真的顾不到你 我真的这样说 也不是说不让你参加 但他顾不到你了 没有其他资源 你就是把你的东西 拿来打折 就这样子 但是这差很多啊 这个业绩 中国的草根到土豪啊 速度之快 你为什么说 他是第七个财神 他们算了中国历史上的 被当做财神败的人物啊 包括其中有关公啊 笔竿啊 各种个造造造造 什么什么什么 历史顺序 就是历史上 被当做财神败的人物 到马云是第七个 马云能跟关公并列啊 那你 我跟你讲啊 当财神败 不是说随便你想 封就封的 这个就是说 真的都是民间 出现的现象啊 不是 你看咱们那么多领导人 都没有被当做财神败过啊 你要想想 这个是 以前的那七个 也并不一定是 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人物 这就有时候是一种民众 一种一种民众 下意识的选择 一种信仰 选择了马云 反正20世纪以后 当代的人就有马云一个 哎 这下 所以你看 今天呢 我还真是准备说说这个事 我今天想有两篇文章的话题 你知道一个呢 万达的王健林 现在起诉一个微信公众号 对 那个微信公众号叫 顶尖企业家思维 微信公众号 他呢 发了篇万达集团提起诉讼 索赔一千万 要求公开赔礼道歉 因为这个 这个号 冒用王健林名义 发布题为 王健林冒号 说淘宝不死 中国不富 活了电商 死了实体 日本孙正义 坐收渔翁之力的文章 你知道孙正义是谁吗 孙正义就是这个阿里巴巴 很主要的一个金主 哎 在日本 这个人这是日本的富豪 并在 好 然后这个微信公众号 据他这个人啊 那真是 哎 现在的情况 就是真是他们说的 我还真听过 我还真以为是王健林 流传很广啊 流传很广啊 现在这个顶尖企业家思维啊 这这可能是个年轻人了 是个是个小伙子 那真是吓死宝宝了 现在躲在角落发抖 你看他在说啊 他说吓得我把这么长时间以来 发的文章全删了 我的思维全乱了 因为有人全网通缉我 并向我索赔一千万 我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本人刚入社会不久 面临各种就业压力 茫然不知所措 偶然机会接触了微信公众平台 我似乎看到了人生希望 于是我注册了一个公众号 他说有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 王健林说淘宝不死 中国不富 活了电商死了实体的文章 这篇文章之前我就看见过 好像标题是狼贤平 冒号淘宝不死 中国不富 改名王健林 他说因为王总是我的偶像 他是崇拜王健林 崇拜他 对他说我的偶像王健林 我以为是他发表的某次演讲话题 所以我就毫无犹豫的复制了这篇文章 支持偶像 没想到事情闹成这么严重 今天造成这么严重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我对王总的崇拜 也为了支持我的王总 在没有验证真实性的情况下 我就转发了 没想到现在给偶像带来了麻烦 还把我诉诸公堂 我将面临一千万的这个索赔 我感觉好害怕 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么大的事 真怕这辈子就这么毁了 我还没结婚 没有女朋友 这辈子会不会就这么完了 如果我有钱 我一定赔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还有这小伙子下榨了 他最多就是个传谣嘛 他不是原创者嘛 对不对 那还就是等于 这样吧 赔还是赔 但王健林接了一下就收了他了 下面给个位子 收了他 他趁王健林小窃了 什么叫收了他 收了他 收了 就是你知道 但是呢 这篇文章 他当中的这个观点 很有意思 这个 其实反映了现在的这么样的一种 一种声音 我跟你说 我又看见另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哪个公众号呢 现在咱们都得有点这个 隐证 人家那个 这个叫什么阿湘的什么歌呀 我都 我脑袋都算了 我一时查不出来 就是说 这篇文章呢 叫做写给马云的一封信 比如说 写在最后 这哥们说 在当今互联网 他就说给马云上书 说在当今互联网 你已经成为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成了很多人的祖训 但是总结你的成名史 就三个字 价格战 如果把电子商务的竞争 比作一场战争 中国的电子商务 就是一场同事操歌的内战 巨头们所获得的巨大收益 都是以整个社会的损失为代价 甚至你瞧这哥们会聊 美国独立之后 他在全世界范围内 发动了很多的战争 但是没有一场战争 是在本土进行的 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 有史以来 这个国家的主题就是内战 焦土山河 涂炭百姓 你说从一逛棍节 他能聊到这 所以他说 请问全世界的商业环境中 有哪个国家的电子商务 如此折腾消费与制造 写到这 我想起格力的董大姐 说的那句话 你这董大姐谁吗 董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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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大姐说的那句话 马云这样的人物不能太多 一个就够了 而董明珠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是的 董大姐代表制造业说了真话 最终支撑一个国家命脉的是制造业 德国就是我们的榜样 一个总是贪图便宜的吃货国家 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 所以中国的马云们 请收起你们的各种表演 多花一点时间思考如何让电子商务造福整个社会 保护好制造业 而不仅仅是你们个人以及你们企业的利益 烟花一冷 昙花一泻 灿烂之后 一地尘土 咱们今天七月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查到了咱们都有啊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叫阿湘哥说 流传也很广 马云你要讨一千万冲他 让马云哑口无言的八个问题 我是说你看王健林的这篇文章和说马云的这篇文章 其实呢甭管他是怎么着是怎么回事吧 但是呢其中的这个思想实际是值得考虑的 比方说有些人现在已经对这个双十一啊 搞起来的这个热潮啊 产生反思 甚至产生逆反 就说白了就是说比如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开网店的啊 就是说原来卖一百块钱的衣服 采购成本是三十块钱 参加双十一 五折 你争吗 五折 五折呢 他一分钱都没得赚 怎么办呢 于是他就只能采购二十元一件的 类似的这个衣服 尽管采购成本只差十块钱 但是二十块钱的衣服和三十块钱的衣服 在用料做工上不是同一个水平啊 这样的衣服卖出去 退换货率能够低吗 然后这个开这个最low的这个网店的一个老板 说在一个什么呢 他说一个逼良为娼的世界里 你装什么良家妇女呢 你指望你媳妇用那么低的价格买到的衣服 让你穿出贵妇的风范吗 这是诸如此类的这些探讨啊 但是我也访问过就是其他的淘宝店家人认为 那我就当做买广告 因为你想想看淘宝现在是这么多 大概有几十万或者是百万吧 我们店家大大小小在里面 怎么在这么多的搜寻当中 你会出来 除了你去跟淘宝买昂贵无比的广告以外 你可能只有靠这种廉价的时候 你可以有办法让大家看到你 所以这变成一种广告费 而不是没有人想在双十一赚钱的 赚不到 如果你赚到 那就是用劣质品去换 那就是那你消费者就要跟着一起倒霉 这是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我刚刚说淘宝 就是刚才老师说很好 就是草根跟土豪之间啊 就是是一年 就是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这一年的 整个淘宝的方向改变 我可以感觉出中国那个 整个双十一也就是四五年了 对就整个电商的这个方向 每一年的转换是太快 快到说他们说 那你这些小商家 你像我们这种 那你就跟着变了 我是帮助你提升 如果变国际范 你也跟着我提升 怎么有任何企业可以 你是一个巨大的引擎 我怎么可能有个企业 在一年内从 卖三百元的时候 我哪天给你卖三千元 从枸杞变成枸杞 对 对这很难呢 就是说你不给我时间成长 我现在太快了 那你说那你太快 你被淘汰呗 这是商业 但是问题是 我淘 这个淘宝平台本来 不就是应该是直接 去掉中间商 让生产者直接对口消费者吗 我才会涨低这个费用 但是你淘宝 现在成为我的中间商 你控制我的价钱 你所有的价钱是你 当然你不是控制我全部 但是你给我一个门槛 今天你要参加我这个活动 请你给我三者的东西 给我七者的东西 够便宜又够好的东西 你控制我 你本来只是 我跟你租房子 你是我房东而已 现在不是了 连房东都要跟你指价 说你怎么可以卖这件衣服 卖这件不好 卖另外一件 这件我觉得比较好 如果你卖这件我就给你一点广告 如果你卖这件不行 就我的控 我被我的房东控制着 我要卖什么东西 根据刚才那个内战说呢 那又停这样 就是去年是盛家 今年没有 今年就要卖输家 他这个内战发展的这么快 对不对 而且一些数据我就不知道 就是说现在他们说 总的数据是电商 是全部的销售的10% 那么这个数据在每年的变化 到底有多少 就是说 因为这个这一天的数据变化 非常经历 对不对 但是总的电商就全年的销售数据 是不是有那么大的变化呢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工商管理局现在说 这个质量不合格的 将近30% 对 几十万的这个 这个投诉 这个投诉增加300%多 那个负面的批评都很多 不过我还是觉得 我想我想替这个双十一说点好话 我我个人觉得 中国现在能在世界上出口的 就两个东西 一个是高铁代表生产力 一个就是这个双十一代表生产关系 你别说这个东西 现在做到连外国的大品牌 大量的东西 现在都要来加入 不管怎么样有它的一个特点 这个是正经话 那另外还有一个话 这是我个人想出来的 因为我看了很多报道 他们说双十一这天 男的呢 好的男人呢 就是请病假 就是 请十一号这一天呢 要放假 为什么要在家里管住媳妇 这个病假条流行 在网上疯传 因为明天双十一 我家里有家有急事 所以我不能上班 管住媳妇 坏一点的男人呢 就是事先把老婆的支付宝之类啊 输入三次错的密码 锁住账号 不能太早说 就是到晚上 冯小康的晚会的时候 把他这个账号作废 搞得他没动 那么你看这么多的男人 他们他们 有很多连串的笑话 是吧 有的说这个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然后那个有个男人说 我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我女的老是说 我是个好人 痛苦的领悟 但所有这些玩笑 后面有一个现象 我也是看一幅漫画来的 说印度也想学 中国的这个双十一 为什么学不了啊 女性地位没有我们 中国现在百分之 这次双十一啊 百分之七十以上 是女性在购货 哎呦 家庭的 你看这多好的一个说明 说明中国现在 女人的地位有多高啊 对 拜家娘们到处都是 听明白了没有 可是卖第一个是家庭用品啊 你说你女人 我第一卖不是化妆品 不是奢侈品啊 我买的是家庭用品 女人地位高啊 我是买家庭给家里用 我又听我 我有一个 你没有被骂我 那就是直男癌了 我老觉得 对于就买东西来说啊 好像女人特别喜欢占小便宜 就女人特别能从 精打细算 女人好像特别能从占小便宜当中啊 获得快乐 得到快乐 你知道我就认识很多富婆 按说她不缺钱 但她哎呀 她买了个便宜五十块钱 她真高兴 那如果你媳妇帮你省五十块 你不是很开心吗 对 但是本来还到上海陕西路买假包呢 但是本来她都不用买 他买了一大堆垃圾 所以人家这篇文章就是说 到底是消费 促进了消费 还是促进了浪费 这个残次品率 就像你说的嘛 国家质检总局 对这个B2C售卖的商品品质合格率 包括天猫京东当当在内 合格率只有七成 那么就意味着很难让人接受 每年几万亿的网络消费支出 居然大部分是买了垃圾商品 那 千万 马神早说了 马神说什么叫消费 消费 消就是会消耗的东西 费就是可以浪费的东西 哎 不是 你怎么每年买呢 对不对 女的买东西有很多就是浪费 是一种奢侈 毛主席说贪污跟浪费是绝大的犯罪 但是现在的生活当中 能浪费 这是一种奢侈 你那天晚上 让你喜欢的女人浪费一下 那不是 但是对 你问题他们好看 我给你看看一些图片 我给你讲 这都是人家发到网上的 徐老师你看 这个网购的这个鞋 你再看下一张 穿了一次 你知道吧 穿了一次 这个印全到脚上了 咱们再图下一张 你瞧 拖了些 感觉也跟穿着似的 就跟纹身一样 这倒好 你要想把这个印啊 这个全弄进去 160块钱买的耐克 留下了他的印记 500块钱买的阿迪达斯 让你记住了他的颜色 这500块钱买的 卖家说我们只卖正品 然后你再看啊 这是耳环嘛 与其说他是 这是花朵耳坠 耳坠啊 你再看下边 戴到耳朵上 这是秤坠啊 这是耳坠啊 你要不想让耳垂裂开 你就别戴 一个顶他半张脸 你看 不过好看是好看啊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衣服 这下边这衣服 这个裤子只能站着穿 一坐就完蛋了 连裙子都不如 你知道吗 然后 你再看 你看左边这个照片 是买家绣 买家绣出来的 穿上是这 右边是卖家绣 买到手之后 你觉得像不像志取 维虎山里的 那土匪 你再看下边 左边是买家绣 右边是卖家绣 你穿上之后 就看你什么人 左边是卖家绣啊 左边是卖家绣 右边是买家绣 你再看 你瞧 这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女星 她穿这件上衣 感觉又慵懒又性感 小女人魅力 结果呢 这就是卖家绣啊 卖家这个也出了 买来以后 淘宝同款啊 同款 但是买来之后 怎么看不像一件上衣 这确定不是奶奶织的毛裤吗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他还有同系列其他颜色 这个是长款红色的 你知道可以直接当裙子穿 你看可以直接穿上 从背后看 背后看开当高腰毛裤 保暖透气 还有点小激动啊 这个还有个神级粉色款 你看 不过最近又发生了这个新高能 你知道还能这么穿 这就是 你知道吧 我说啊 因为我觉得有个基本的道理 就中国人老觉得这个利润 你要最后他要制造业 没有利润的时候 那是不是只能是假冒伪劣 这能刺激 刺激中国制造业良性发展吗 我觉得利润还是有 他只是这一天呀 可是我跟你说像这种 我觉得不 是不是买他 这一天完了 你知道直到现在 都是进这主要事务 在处理退换货 而且啊 集中到了一个高潮啊 意味着 接下来这两月又冷淡想去了 他其实是个集中对集中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又婷你说说对他们刚才这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个可能上当一次 就是网友如果集中起来 你会觉得淘宝好像都卖一些 就是你知道图文不符的东西 但是如果就我今天 我觉得商家其实他你有这个 叫做给差评给好评的这个机制 这在淘宝里面 我觉得是还蛮实在 是个可以相信的一个反馈制度 也就是说你当你买到一个 真的受骗的商品 你不但可以退换 然后你还可以上去给个差评 这对商家来说是差 是很担心的 因为那个是实实在在的累积 就是我真的得卖好几万双鞋 我才能可能多一个钻石 才多个皇冠什么的 那还要给好评给到某一个程度 我才可以累积我的信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淘宝上 这一点上我得公平的 又婷其实是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 他现在电视是坚持 其实你现在看他的微信又婷出来 不是卖这个就是卖那个 基本上没有不卖东西的 但是他讲的很有道理 马云应该把你收了 他指出了 就这个电商这个环节 他的生命力所在 他否则他不能完全骗人 对不对 他当然有他自己的一套机制 我可以理解 就是他有想要 我可以感觉 就是我算这么小的一个户 但是我可以感觉到 这个电商想要起来的那个力量 真的非常明确 第一他对你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他真的是设一个超高门槛 不再像以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开店 现在在淘宝开个店不容易 层层的审核 看你的所有的商品抽减的 就像指尖种子一样 抽减一下抽减一下 我就说还有个小二是管 有负责的领域 就每天来你的店里面看一看 你交几个货上来 我看一下材料 我不懂我问一句了 你想现在那些西方的那些奢侈品 他其实一般的我们买的时候 都是在他减价减到很厉害的时候 那么他在这个1111的时候 他进来的时候也是减一般吗 那些大牌子 他就某一个款 这在台湾也有 台湾又叫中年庆 台湾只是走实体店面 对吧 中年庆每年你到大牌 某一个款 某一个东西 他给你减价 其他的不减价 其他是不减的 那为什么我用这个低价 吸引你进到我的店里来 你可能会买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说广告的成分 多过于真的想要赚钱的成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电商跟实体 他也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对不对 他总是给你一个小的甜头 然后来推广他其他东西 所以我说我觉得马云 越来越像是 网络世界的李嘉诚 他是一种 一种店面的垄断 他太大了 大到就是我没有办法到 他现在前面不是还有个 货量黑来黑去说 你在我A开店 你就不准到B的店上去开店 那不管是不是有这样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大到 他可以控制你的价钱 就像李嘉诚的店面 这一条街都他的 你怎么 你没有办法用租的店面 来用电水 全部是他的 对都他的 电大就可以7克了 那所以他就 他就垄断了 我可以控制价钱 我跟他之间 不再只是房东房客的关系 通常是房东 他只租店面给我 他跟我抽钱 因为我赚多少 我给你多少 但是现在你 你连我卖什么 质量什么 他可以说我有责任管 当然 但是是不是到价钱的控制 都可以由他来决定 然后跟风格 跟走向 都由他来决定的时候 我觉得 那小店家 你如果要真的说 一个品牌自己的长城 我觉得这个 空间上已经被压缩了 还是最好有竞争 对 就是唯独一个超人 这个事情就麻烦 我觉得他可以留住大名 如果有几个 马云不能只能一个 对 要留家冬的吗 奶茶姐夫是吧 奶茶姐夫 奶茶姐夫是做电器的 他马云是